当地时间2月15日至17日,一年一度的国际马术盛世香港马术大师赛在香港亚洲博兰馆举行。 这项被誉为室内场地障碍赛大满贯的五星级赛事,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骑手参与。 在17日举行的中级之战,马术场地障碍赛大奖赛中,爱尔兰骑手丹尼斯林奇经过两轮比拼后,拥护冠军。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中,来自瑞士的棋手皮乌斯·施维泽尔测起马匹关于梦想第二位出场。 10岁的战区与施维泽尔配合完美,动作一气合成,以零罚分55.35秒的成绩名列第一回合首位。 但在第二回合的比赛中,因碰掉一处障碍物的横杆被罚4分,施维泽尔最终名列第三位。 爱尔兰骑手丹尼斯林奇和法国骑手西蒙·德莱斯特,以两轮军事零罚分的卓越表现,名列冠亚军。 据悉,香港马术大师赛已是连续第七年举行。 本届赛事加入多项新元素,除了原有的骑士马术接力赛和场地障碍赛大奖赛等赛事外, 香港赛马会亚洲挑战赛,亚洲青少年挑战赛及亚洲青少年大奖赛军事新增设的赛事, 彰显马术运动在亚洲取得的进步。 代表中国香港出战的骑手梁巧玲·赖珍米,在亚洲挑战赛中表现出色,分获亚冀军。 两位女将也在积极备战,今年8月将在荷兰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资格赛。 二人表示,参与此次五星级赛事与世界顶级骑手较量,也是为奥运资格赛热身。 东京的资格赛是在荷兰8月的,然后是一个室外的比赛。 当然这里是一个室内的比赛,但是也是一个五星级的比赛, 所以高度什么的都会比较相似,但是到了室外的时候,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,因为地方比较大一点, 然后马匹也可以调整那个节奏也调整得比较好一点。 所以从室内去跳室外呢,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方式。 我们会尽量,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, 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, 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, 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不用这个求纪念对付人家, 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。 我们必须有信心,我们可以 Quiz 内地引起, 但我们不会把任何的信心,我们必须有信心。 谢谢大家